那今天韓國人剛好要跟我們一些在大陸的台灣朋友我們要一起吃飯 然後今天順便跟他們聊聊他們在大陸的這個生活 尤其台灣年輕人最care就是 到底兩岸之間的生活有沒有不太一樣 那我們馬上來去找我們在大陸的台灣朋友吧 Let's go 訪問一下啊 那待到大陸多久沒回台灣 兩年多了吧 兩年多了 一般一年要回去兩次 暑假還是過年 對那回去感覺怎麼樣 差別 對 我會發生很多白癡的事情 譬如說 我坐出租車 然後我就沒有付錢我就下去 就被租車司機追殺 然後我們如果晚上出去喝酒或到天亮 然後去買早餐我就會打開支付寶 然後那愛說 蛤 這幹嘛 沒有常常會這樣 就是你已經習慣不拿錢 不拿錢 回去是有什麼不習慣的嗎 很久沒用過零錢 哦真的啊 對 我會帶錢包付滿 就是因為你在台灣坐公車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卡 對 所以都要投幣 然後我每天都要蓋很多 但是最反正是我口袋會有很多零錢 我很生氣 就ㄉㄇㄇㄇㄇㄇㄇㄇ ㄇㄇㄇ ㄇ ~~ 你在做什麼?" 好像很多人說回到台灣 第一個要買零錢包欸 對呀!因為在這邊沒有零錢包這件事 哦Mother 對啊你頂著一個小出傳 收電保也不用買 因為在到處都是 樓下就有一家台灣人開的紐肉麵店 哪裡的菜你都吃了 因為來大陸改變得很大 噢!怎麼樣?什麼改變? 對啊...就是... 我就在這邊讀書阿 然後就發覺這邊的教育質量其實是很高的 在杭州江浙戶其實有非常多世界級很好的大學 但是如果你拿學歷的話 這邊學歷比較值錢喔 以全世界排名來說的話 而且這邊還是全球任的喔 很多台灣人在大陸拿指導以後 什麼去尼泊爾當那個什麼吳國謝醫生 然後最後在什麼蘇格蘭 在什麼愛爾蘭去英國去歐盟工作 對 你說你拿台灣的指導能幹這些事嗎 你可以去南投當那個原住民醫生 喔那也不錯啦奉獻嘛對不對 就是就是這個怎麼說呢 你拿這裡的執照的話 是可以通用全國的 但也不是說拿台灣的執照不好 對 那就是看你自己未來想去哪 你如果想要出去全球各地看看 你以後是很聰明可以念醫學的可以 在這邊念 我本身也是念醫學的 我拿的是台灣的license 但是 我雖然說不從事醫學行業 但是我在世界個體是無法生活的 對 那BUT我今天拿的是大陸的 我可以哪裡都能去 談論到大家最 care的薪資好了 我們不要說醫生醫生太難了 在台灣的薪水 護士 護理師大概三萬多一點點 你這個 你拿來這邊 這邊護理人員是有績效的 那個很多護士 一戶人員都有分到這個獎金 哇 所以等於大家一起 就算是你 如果當護士 你越努力 就可以得到越多的回報 這樣 這邊的話譬如說出醫療糾紛 他這邊有醫師的工會 醫師工會是有律師團的 醫生是不用出庭的 有律師團幫你解決的 審核看似你的過 才是對方的過失 那在這個中間 醫生是不會受到騷擾的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保障的這個系統 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談的之前 就是當過醫生的 對 我們還要說啊 哈 台灣都黑道啦 我在急診啦 每天都有刀槍傷的啦 要嚇死我 哎呀完蛋了 你根本回不去了 沒有我講這個嗎 快來訂閱通事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